我想问的是你们为什么本来两夫妻好好会谈到离婚这个地步 是为什么 他说年前你们还在一起过的年是不是 就是年初八 我就是想问一下 年初八才上来的 没有原因吧 就转变得太快了 他一下试验不了你知道吗 他接受不了 他这样是他急需会崩溃的你知道吗 你还能体调一下他的心情 如果要你的话也要让他实习 是吧 或者说你觉得还能看他会让他改什么的 是吧 或者你说你说我在外面我不喜欢你了 我在外面有别的了 对不对 这个婚姻现在也自由了 对不对 也有你的权利 对不对 你有什么样的说出来吗 对不对 他一直没有赶 或者怎么样 你现在能不能再给他个机会了 还是说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张静苦苦哀求 小翠不仅没有丝毫动辱 反而一脸嫌弃 小翠为什么突然质疑要离婚 到底是什么原因 促使他放下家里两个可爱的孩子 和相爱了亲人的老公 难道他真的如张建所说 在外面有了别的男人吗 为什么会闹人现在闹那么僵吗 能不能好好聊一下 我就是这一世界想挽留你 我才这样子的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你现在跟我说出来 不行 现在我在上班时间 请让开 我真的是在上班 我还要回去请手间 等会再上班 等会再上好不好 你现在事都没谈 不是你的家里重要 还是你的 上班重要 但是我是你老公吧 不是 不是老公 有结婚证啊 不是 放开 见到无法摆脱老公张建的纠缠 小翠竟然干脆否认张建是他老公 小翠的冷漠和张建的哀求 形成强烈对比 难道在两人间 真的存在某些因素 只是两人无法重归于好 那这些因素又是什么呢 他干嘛要这样对待我 放开 我对你 对待你什么 对待你什么 怎么对待你了 别拉我 我不走 放开 那我们可以去另外一个 你们去到上面住 不要在这里 不要人少的 好不好 我就是 有没有在上吗 不要 不要站着 不要赏到他 不要赏到 不要赏到他 你怎么觉得 放下这没关系 放开 你放开 小翠突然把腿就跑 最终被张建拉了回来 两人不停地拉成 小翠为什么不肯说出 执意离婚的原因呢 难道他是在保守什么秘密吗 你怎么回事吗 我都跟你说了 你好好聊了 就他是觉得有问题 才过来找你 我才过来找你 知道吗 我不要 不要 我 不要 我再去上班 你上班 我干嘛 去慢慢地说 大姐你要给他离婚呢 你把这个事我们过来了 就把这个事 说清楚就算了吧 对不对 你们不是说这样的 他天天缠着你 毕竟是个合法夫妻了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要现在就是你们 看看能不能有 有贪客的余地 放开 对吧 你这样的 我要去上班 张建和小翠结婚 已经有七年时间了 先后生下了两个儿子 如今最大的儿子才六岁 正是需要母亲的时候 但是小翠啊 却在这个时候 抛夫弃子离家出走 并执意要离婚 这到底是为什么 这终于啊 见到了离家也久的老婆小翠 张建十分的紧张啊 他不停地哀求老婆留下来 但是张建的低声下气 换来的是老婆的冷眼相对 既然是小翠出轨 背叛婚姻在先 为什么却像张建 做错的事情一样 难道说这两夫妻 真的没办法 度过七年之痒的魔咒吗 那么到底是谁 在这段婚姻当中 出现了问题呢 差不多的回家 那你去看你自己了 你刚才也说了 是吧 你问过他出轨的事情 他怎么回答的话 就是因为是你自己 办了车在先 我关键我没有出轨啊 你没出轨 但是你没在那天 你你让那天拿去送给别人用啊 但是那孩子你也不养他 这样上去他就没办法啊 他才想 如果另外找过一个人来